明义卦,与人生的进退 进卦,下卦是坤卦,大地 上卦是离卦,是离火 上下结合称之为火、地、进 光明从底下冒了出来 火从底下冒了出来 火上深夜,这是这个卦象的基本特点 他的卦词是这样写的 靖,康侯用赤马,范薯 昼日三节,孔子的团算 是这样解释靖卦的 靖,靖也,明出地上 顺而立乎大明 柔静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赤马,范薯,走着三节也 团算的意思是 靖卦,前进也 光明从地上走了出来 顺着,而亮丽,而大明 缓慢地 往前进,往上走 所以,康侯就用赤来的马反指 白天就三次让他交配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项传 是怎样解释靖卦的 明出地上靖 君子以昭明德 指的是光明从地下走了出来 这就是靖卦的卦象 作为君子 你要自我表现出光明的品德 所以,一个人生如果成功的话 就类似靖卦 也就是靖身吧 所以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要恭喜一个人 有某一个周围提升到高一些周围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靖身一级,靖身某某观显 那么一个成功者,一个靖身者 地位提高以后 应该如何来做出自己的行为呢? 这就是项传所说的 君子以自昭明德 作为一个君子,作为一个靖身者 应该自觉地自我表现出光明的品德 同时要注意 用自己的先进来带动后进 譬如,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有少部分人羡富了起来 他们的责任就是应该带动共同的富裕 应该帮助后进的 相对穷困的 另外应该多做慈善事业 多帮助他人 正如文艳传所讲 既善之家必有余情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羊 指着是你成功了 应该多做好事 多帮助他人 这样的话 你有更多的好事会来的 相反的 如果你成功了 不帮助别人 甚至于做不好的事情 那么一定有不好的事情跟随而来 当然也有少数人 当他成功以后 不仅不帮助一些困难者 反过来恒信霸道 那么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作为一个成功者 今生者更应该像一经里所写的如下一句话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名 与世事合其旭 指的是 你的品德要跟天地相合 你的光明要如同热月 你做事 你做事非常有秩序 如同一年世纪的有序 好 这就是敬卦的主要的含义 和对我们人生的启迪 下面我们来看 跟进卦 正好反一反的一个卦 叫明夷卦 下卦是离卦了 离火 上卦是坤卦 坤地 上下组合 称之为地火明夷 光明隐藏了起来 火躲到地底下去了 你看不见了 那么火为什么要躲到地底下去呢 因为这还是一把小火 如果在地上面风一吹 也许就吹灭了 就很难发展起来 它躲到地底下去干什么呢 韬光养灰 来历练自己 当它成为一个熊熊的烈火 从地上冒出来了 那就变成禁卦了嘛 所以明夷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做人做事的道理 要韬光养灰 明夷卦的卦词是这样写的 明夷 力坚真 明夷卦是有利于你艰难的向前进的 解释就是指的你韬光养灰了 这是有困难 但是你在困难中是前进的 我们再来看团传 是怎么来解释明夷卦的 明若地中明夷 内闻明 而外柔顺 以门大难 闻王已知 力坚真 晦其明也 内难而能正其志 其之以之 我们来解读一下 光明进入到地底下去了 这就是明夷卦 它的下卦内部 是文明的 因为有火 而外面是柔顺的 因为外面是坤卦 是温柔的卦 是上卦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蒙受了这种大难 我们就要有耐心去韬光养灰 这问王就是这样来做的 有利于艰难的前进 在艰难的前进过程中间 还是要把自己的锋芒光芒隐藏起来 我们内部有困难 但是只要我们端正自己的意志 明白自己的方向 我们就能把事情 办成 或者我们坚持了真理 而没有跟随 一流进 其之 他就是这样做的 那么其之是谁呢 他是商朝的贵族 曾经叫商周王 敬借过 劝借他 但是商周王大怒 就把旗子关了起来 所以呢 旗子是蒙难 但是他的意志 他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 我们再来看看相传 怎么来解释名义瓜 明若地中 明宜 君子 以利重 用灰而明 指的是光明 到了地底下 这就是明义瓜 君子 用这样的方法 去治理民众 也就是让民众 修身养息 这是指 用一种 隐晦的办法 而是老百姓得到了光明 所以呢 我们有很多历史上的王朝 是采用 修身养息的方式 来取得老百姓的支持的 譬如汉朝 西汉 帝国 刚一成立 刘邦到了天下 就注意 让老百姓 修身养息 所以西汉 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我们再来看看 相传的另一段话 旗子之争 明不可惜也 旗子 他的 坚征 和正义 这是光明 不可惜灭的表现 我们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 小平同志 对于我们中国对外的政策 专门有过指示 那就是韬光养晦 我们不要去当头 不要去称霸 我们要埋头苦干 踏踏实实的前进 三十年后 我们非常高兴的 看到了小平同志的预言 得到了实现 所以 一个韬光养晦者 也就名义挂者 最后才能成为一个光明 从地上走出来的晋升者 所以 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 一个很重要道理 当我们是一个正在培养 发展中的人 或者事物的话 适合 首先是韬光养晦 不要张扬 不要自大 否则是很难发展的 是很危险的 所以 有艰难 走向胜利 一定是通过免疫挂 而达到进挂的 希望同学们 记住这两个挂 谢谢